好了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的直播间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是到了第八节课的 这节课呢 继续来学习cd 首先呢 还是先来测试一下设备 声音画面没有问题的同学 敲一个数字1 我来看一下 耳机旁边卡槽卡了三个线 就挤压下去了 我卡了三边 结果里面的面也一起压下去 这个为什么呀 同学们 有没有人知道的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这个红韵当头照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错误 在做几家的时候 有一个参数非常的重要 你需要调整一下 哪里呀 同学们 是不是你要把创建封顶 给他勾选掉啊 我们不要创建封顶啊 好 打开我们的cd啊 那上几课啊 我们利用前面所学的知识啊 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 按例啊 按例就是这个耳机啊 那在此之前啊 我们的学型呢 都是什么 嗯 嗯 错误了 好 插掉一下啊 我们学型都是关于怎么搭建模型的这一块对吧 那光是搭一些素膜一些白膜呢 是远远不够的对吧 因为没有材质没有这个灯光啊 那剩下四个课我来说一下啊 我们会进入到cd的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啊 那这一大块都包括什么呢 来说一下灯光环境材质摄像机以及最终的渲染啊 那这一大块的值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也是需要大家课呢 去度假练习的啊 ok啊 那今天这一课我们先来学习灯光和环境的部分啊 怎么去创建灯光 怎么去打光啊 包括怎么来创建添加环境啊 然后呢 才能让我们的模型呢 更加的立体 更加的好看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试字曲里面啊 放了一个上几个多的耳机啊 然后做了一个背景啊 并且呢 把它放在了一个立方体上面做了个小装饰啊 我们就用它来给我们的这个模型呢 进行一个打光的操作啊 好 那首先啊 我们先来学一下如何创建灯光啊 它在什么位置呢 来看一下 在我的横排工具栏往后走 这里是不是有个灯泡 看一下 这个图标呢 就是我们添加灯光的一个地方啊 我们把它还是长按打开啊 然后把面板呢 拖下来 我在同时呢 给它放大一下啊 图标放大一下 右键 图标 大图标 好的 这里一共是八个 对吧 我们逐个来学习一下啊 那首先来看第一个 叫灯光 我们点击一下 那点完之后 它就会直接有效果了 是不是啊 它 我可以往上去提提啊 看一下 它像什么一样 这个灯像什么一样啊 我们学过AE啊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点光源啊 其实呢 它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当中的这个灯泡啊 灯泡 然后它有个别名呢 也可以叫它为放光灯 来看一下它的属性 在类型里面 它是一个放光灯的一个类型啊 那灯泡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非常古老的一种白制灯啊 不是不是像现在这个灯 现在灯很花哨是吧 所以说把灯光 它里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啊 应该它应该叫灯泡啊 灯泡 OK 来看一下它这个这个灯光 它的一个属性都有哪些啊 嗯 然后我可以往这边拽一下啊 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它的一个发光特点吧 啊 一个特点啊 我可以点击渲染啊 渲染设置 然后找到物理啊 保存呢 先不用保存 OK 点击渲染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光源是怎么发射的呢 对吧 很明显 它是在这个区域进行发光的 那说明什么 它是通过一个点光源向四周扩散 对吧 啊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四周扩散 OK 这是灯泡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区域光啊 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区域光 它是如何发光的呢 点击一下啊 同样的啊 把它放在左边做一个对比 往上去转转 往左边去转转啊 然后旋转一下 嗯 shave的键旋转90度 OK啊 然后我再来渲染一张 把它可以把它往下一点点啊 再点击渲染 看一下它的发光方式 很明显就会有不同 对吧 我们的点光源 就是这个灯泡啊 它的发光呢 是通过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出灯光 对吧 向四周发射亮度啊 但是面光源 就是我们的区域光呢 它是一个片光源啊 片光源 中间这一片 它是没有光的 但是呢 它是向两边 向两头发射灯光 对吧 你会看到中间因为有这个板子啊 所以说它这里会有阴影的一个呈现 好 这个是我们区域光的一个发光方式啊 那我们先把区域光删除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灯光啊 灯光 好 首先第一个参数颜色啊 顾名思义啊 就是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灯光呢 调整一个颜色啊 那这个颜色这个属性啊 在放光灯 就是灯泡这个这个啊 这个类型里面啊 它是应用的最多的一个啊 OK啊 然后呃 其他的灯光啊 相对于颜色来说是比较少的啊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调整一个颜色啊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调整啊 或者说直接在下方啊 找一个比如说暖色调 那就是偏黄一点的颜色是吧 这是比较暖的一些颜色啊 还可以冷色调 那是偏蓝的一点啊 可以偏蓝一点 大家记住啊 在打光的时候呢 切记不要太生硬 稍微有一丁点蓝就可以了 不要说像什么样子啊 像这样 对吧 你像这样是冷了很冷对吧 但是呢 会有一些细节的损失啊 细节可能会损失掉 所以说要稍微偏冷一点柔和一点就可以了啊 不要太生硬啊 OK啊 我们先不用这个其他颜色啊 我们直接用一个白色啊 白色 好 这是颜色 然后再往下强度啊 那强度这个属性啊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一个重要啊 它能控制什么呢 顾名思义啊 就是灯光的一个亮度和暗度啊 现在是默认的是100 我们可以把数值调高啊 调高 但是啊在调高的时候怎么样了 是不是发生曝光了 这个要注意啊 在做任何的一个调光的时候 或者调色的时候 记住不要曝光啊 曝光 包括你在拍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 因为曝光呢 你后期处理不了啊 不要听信某一些叫神 告诉你曝光给你处理一下 对吧 怎么处理 其实处理不了的啊 因为他会有一些细节的损失 这块你根本就看不到啊 你根本就看不到他这块是什么内容了 对吧 他已经被填充也填充给这个曝光的一个颜色了 一个白色了啊 除为什么呢 除非是你可以用一个花板呢 对吧 你把这一块呢给模拟出来是可以的啊 那样可以 那这个就不是就不是后期处理了 这个可能是叫手柜了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好 我们给到一个默认啊 100啊 但是也可以给他调低啊 调低的话他就是黑色黑色怎么样 吸光把光的全部吸走了 像黑洞一样啊 好 回来 然后再往下 啊 类型就不用说 类型他就是放光灯啊 然后投影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灯光是打 可以打的打开阴影的啊 那么那是没有投影啊 我们可以来点击一下 这里面有四种啊 有无阴影贴图 软阴影 还有强烈阴影 还有区域啊 那这里面四个啊 我们通常会选择最后一个叫区区区区投影啊 点击啊 为什么会选择区域呢 他是这里面计算方式是最精确的一个啊 比较符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类型啊 区区投影啊 OK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在试图区啊 我们看不到我们这个 看不到我们的这个 哎 我这是放错灯光了吗 应该没有吧 灯光 提一提啊 再来看啊 区域光 哦 然后我们在现在试图区啊 你虽然说勾选上这个区域投影了啊 但是没有投影啊 没有投影 我们要点击渲染才能看到 看一下 因为我的灯光是在右边对吧 但是投影呢 他就会打到左边这个原理 给大家应该都明白是吧 OK 嗯 然后我们为什么试图区里面看不到呢 啊 怎么把怎么才能让我们在试图区里面能看到投影呢 看一下啊 在选项里面这里面啊 要注意有两个开关我们需要打开啊 第一个增强opengr 把它打开啊 但是有的电脑可能会没有啊 这个跟哎 我们的硬件有关系啊 可能就没有 可能是你的电脑硬件不够 渲染渲染不好啊 他他就是不显示啊 然后把它先勾选上 然后呢 在下方再勾选上我们的投影啊 两个同时打开啊 选项 然后增强opengr 打开我们的投影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在我们的试图区里面能看到我们的投影了 对吧 可以 灯光亮度越高 怎么样 影子越短 对吧 亮度越低 他可能会加长啊 或者说再往左边点影子又变短了啊 然后放放框个方向 那就就是影子跟他的方向是相反的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呃 你如果说啊 你的电脑卡了啊 因为打开投影了 他是需要一些计算的 而且是在试图区里面进行计算的 对吧 可能会吃一些电脑的容量啊 如果电脑的性能不高 那就没有必要打开啊 我们这里呢 也是没有必要打开的啊 所以说我们先给他关闭掉 关闭投影啊 这个是投影的一个原理啊 ok 我们再继续啊 那再继续呢 我再来复制啊 我再来复制我们的这个耳机啊 我把它给他打个层啊 奥特加哥打个组 给他起个名呢 叫叫中吧 中间 好 然后再来复制一个复制一个复制一个 把这个呢放到我们的左边 改个名 左边 右边 我给他换个方向啊 然后啊 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的灯光现在是不是在这里边 在这啊 我们先把灯光的投影先给他关闭掉 我们先不看投影啊 好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灯光现在在偏右的方向啊 然后问一下哪个耳机会更亮一点呢 大家觉得哪个耳机会更亮 是中间的会更亮呢 还是右边的更亮 还是左边的更亮一些 来说一下啊 说下的想法 右边啊 有的同学会认为右边是最亮的 还有吗 右边一样亮啊 前程说是一样亮啊 有同一前程的说法了吗 大家可能会都觉得啊 右边比较亮一些啊 因为 现实生活中离灯离这个光源越近 对吧 那肯定是越亮啊 离的越远可能会越暗啊 但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点击确染 看一下啊 是不是他的亮度 亮不亮点 都是一样呢 对吧 因为他就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灯光的亮度 我们没有调强度永远是100 还是100 我没有调这个亮度啊 那下一个参数就很重要了啊 我们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需要一个衰减的范围 对吧 假如说这是一个衰减的范围啊 然后在这个区域 他就是最亮的 那衰减范围之外的 他就是最暗的 可以理解吧 那衰减这个参数 我们很常见了 在我们讲解效果器的时候啊 变形器的时候讲解过 对吧 那来我随便点击一个啊 找到衰减 我们给他改改成个球体 对吧 那就是这个边框 对吧 我们的衰减呢 就是通过这个边框来控制的啊 我放大一下 什么叫衰减 再来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就是说有个红色框 跟一个黄色框 在 红色框之内的效果呢 是百分之百 对吧 然后呢 红色框到黄色框之间是零到一百的一个过度 黄色框外面是效果呢 为零 对吧 就是衰减的作用啊 但是他是控制什么 控制效果器 变形器的一个衰减啊 好的 那我们点击灯光 灯光里面也有衰减啊 在哪里呢 在细节里面啊 在细节这篮啊 我们把它点开 然后衰减看一下 那这里就会有个衰减的一个参数 我们把它点开啊 这里面有很多啊 有很多 但是我们常用的就选择这个平方导数啊 叫物理精度 他是最现实的 没你最真的一个啊 选择平方导数 来看一下 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圆圈 对吧 那灯光的衰减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来控制 灯光的强弱的在范围之内 强弱的就是100 范围之外呢 就是越来越亮啊 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直到最后 变成一个零 就是没有亮度的啊 看一下 很明显 他的效果啊 离灯光越近的怎么样 就亮了 对吧 越暗呢 他呢 基本上是看不见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灯光往下去调一调 然后可以再给他放大一下 缩小 先缩小 来更加更加对比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点击圈 很明显 对吧 这是加了衰减的 这个呢 是没有衰减的 所以说没加衰减之前啊 他的亮度是一样的 始终是100啊 然后加衰减 通过一个圆圈来控制他这个范围啊 这个参数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啊 然后啊 我来说一下啊 那这个灯泡这个放光灯 我们一般什么时候用呢 他一般啊 不是用来照亮物体的啊 是做一些氛围的时候才会用到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电商图 比如说有这个蓝色光 有这个红色光 对吧 我们可以呢 模拟一下啊 找到灯光 找到他的颜色啊 然后给他先调整一个 自古红蓝出CP啊 我们调整一个蓝色啊 一个蓝色 把它放大一些 然后呢 我们再来复制一个 放到他的左边 把他的颜色调成一个 偏紫色也可以啊 对吧 我们常见的是不是有很多这样打光的啊 但是灯光啊 他不会很生硬啊 因为他有这个圆圈 有个范围啊 所以说他会中间融合的很好 像加勒语化一样 他们有一个很生硬的边啊 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啊 是吧 我们很多电商图都是这么来打光的啊 所以说啊 我们照亮物体呢 不用他啊 但是用想做些范围 氛围了就用我们的灯泡啊 这是他这个作用啊 好 那我们想照亮物体用什么呢 啊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学习到我们的区域光了啊 区光 我们把灯泡 删掉 删掉 然后我们点击区光来创建一个啊 那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也有说到也说到了啊 他的范围呢 是哪是哪里 他是个面光源 他是在前后 这个面的前后进行发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他的一个位置了啊 如果说 他面往下的话 怎么样 这个区域 这条线 他是照射不到的啊 所以说打光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啊 找好位置 我们可以把他往后去挪落 通过他前方这个面给他打个打个亮度啊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看他的亮度啊 把他投影先打开啊 投影 那这里面啊 他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有稍微有几个属性是不太一样的啊 在一个打光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这里面 上面这个命令 基本上都是有的啊 我们点击上我们的 呃 区域投影 嗯 然后找到我们的全项打开投影 来看一下啊 呃 有一种情况我这里可能是 计算的还是很好啊 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打光的时候 在打开投影的时候啊 这里呢 会有一些 像加了噪波一样一些噪点啊 但是没有没有关系啊 因为他只是针对于视图区我们看到的一些噪点啊 这里没有就没有啊 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点击确然 他是噪点的显示不出来的啊 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就好啊 好 我们把它擦掉啊 投影呢 我们先不要 投影关闭啊 后期效果呢 先给他关闭掉 没有用啊 好点击灯光 来看一下他的属性啊 第一个颜色啊 颜色 那这个颜色我们就是 呃 可以通过他这个面板来调是一样的啊 但是趋光呢 我们一般不调啊 默认的就保持白色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照亮物体 把它当成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盏灯 就可以了啊 默认就白色啊 然后往下强度 那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强度再亮一些 对吧 那就曝光了 暗一些 好 桂零保持我们的一板啊 然后往下 投影啊 这里面还是一样的啊 嗯 我们选择一个区域啊 那不需要投影呢 可以把它关闭掉啊 先关闭 再来看细节里面 那还是他这里面也会有一个衰减啊 我们可以再来点击上我们的这个 平方导数选择一下啊 然后 嗯 来晚了 没有关系啊 那原理都是一样的 他也是通过这一个圆圈啊 来控制啊 原一个发光的范围 圆圈里面的亮度呢是最强的啊 越往圆啊 距离越远 他的亮度呢就越弱 就越弱啊 然后回来 我们先不看衰减 改成无啊 然后呢 在他的上方 对吧 他这里面有的参数啊 是我们点光源是没有的啊 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外部半径 广高比包括水平尺寸 垂直尺寸 还有什么角度 还有什么采样 对吧 他是控制什么呢 他就是控制我们这个框的白色框的一个高度 宽度 他的一个大小啊 我们可以呢 把外部半径啊 你给他调大一些 看一下啊 是不是框就变大了啊 然后还有什么 框高比 对吧 还有什么对比度啊 对比我们可以给点给点 OK 这个是我们灯光那个对比 我们先不要啊 然后还有什么水平尺寸 对吧 垂直尺寸啊 但是呢 这些参数啊 如果说我们嗯 有固定数值的话 你需要固定数值 你可以来这里面输入啊 那如果是不需要同样的啊 他里面也是有这个小黄点的啊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黄点来调整大小 直接在这里面会更加方便一些 调大一些 调大一些 对吧 这个是对于边框的一个调整啊 好的 然后再往后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投影了 我们点击投影 这里面啊 他是没有打开的 什么情况下 他才会打开呢 我们需要在常规里面 先给他投影 把他开关给他打开啊 我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区域啊 那这个时候 这个投影里面 他就是才能打开啊 那不然呢 他的这里面属性有这个颜色和密度啊 颜色和密度啊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颜色需要调吗 需要调吗 你有见过红色的影子吗 你有见过绿色的影子吗 你有见过蓝色的影子吗 是吧 那默认保持黑色就可以了啊 就好 然后密度 他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 嗯 找到一个角度啊 比如说就是这个角度啊 哇 框呢 给他调成一个默认啊 默认大小 默认桂零啊 老头影啊 然后现在密度是100 我们点击上我们的渲染设置来看一下 现在怎么样 这个影子 还是比较虚一些的 对吧 包括这这一侧是比较虚的啊 然后这一次呢是怎么样啊 是比较还是有点啊 有点黑 但是也会有一些语化类的一个现象 对吧 那这个时候他的密度是100啊 我们这个时候把密度调高 比如说给到一个300啊 我横点给着 再来点确认 怎么样 这个影子 是不是变深了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 这是上一个 100的情况下 这个呢 是300的情况下 影子变深了 所以说呢 这个密度指的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影子变深或者变浅啊 我可以给他一个50再来对比啊 50确然 那这个时候影子怎么样 更加虚了啊 根本就基本上是看不太见了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啊 然后我们再回来啊 刚才我们知道这个投影呢 是控制影子的一个虚实啊 密一个密度虚实啊 然后点击细节啊 那这个框 我们啊 他是有什么作用呢 比方说啊 我们把这个框 加大一些 那大家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框 调大了 亮度 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大家可以想想亮度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啊 不会啊 其实呢 就是不会啊 还是不会的啊 因为强度呢 他还是保持在100的一个亮度啊 但是那调整这个框 他会有什么变化呢 啊 我们先给回一个默认 默认 默认啊 我们再找到一个角度啊 OK 密度呢 还是保持100 好 点击绝染 来看一下 那他现在是这种效果是吧 是这个效果啊 我这个时候呢 把他的框 调大 再点击绝染 看一下 有什么变化 没有 影子是不是快没了 快虚化没了 对不对啊 对比看一下 这是上一张啊 框是比较小的情况下 第二张是框比较大的情况下啊 所以说这个框啊 他不会控制影子的 他不会控制亮度 跟亮度没有关系啊 跟亮度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啊 框的大小呢 是控制 影子的虚实啊 他也是来控制影子虚实的啊 比如说我再给他调小一点啊 我调的非常非常小啊 非常非常小 对吧 再点击绝染 看一下 这个影子是不是更加真实了 看上一张 这个是框比较大的情况下 这张呢 框比较小啊 次数啊 大家记住啊 不要这个啊 不要这个错觉啊 不要觉得框大了 就觉得灯光大了 就对亮度大了啊 他只是跟影子相关啊 跟影子相关 好 这个是 呃 框大大小 往后投赢 我们也说过了啊 再往后 其他的我们不重要啊 这几个都是不重要的啊 最后一个是比较重要的 工程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什么呢 点击 看一下 有排除模式和包括模式 什么作用呢 他就是可以来 控制一下我们的灯光 是照谁还是不照谁啊 假如说他现在是排除模式下 我们把某个物体呢 放下来啊 他就是把这个物体呢 排除掉 灯光呢 就就会对他没有影响 那如果说是在包括的模式下呢 就是 包括谁 这里面有谁 灯光就会照射到谁啊 我们来试验一下 灯光 搞到排除啊 我们把两边给他排除掉啊 右边的排除掉 那中 左边的排除掉 看一下 是不是左右两边都黑了 因为他不受灯光的影响了 对吧 那灯光能照亮的 只有中间这么一个物体 这个就是工程里面 包括和排除的模式啊 这个地方大家要记住啊 因为不光灯光里面有这种模式 包括我们后面学到的一些力 对吧 包括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给他 长颈通加了一个摩擦力 在摩擦力里面 他可能也会有 他他这个力对谁起作用啊 他也会有这个排除跟包括的模式啊 好 这是排除 删掉删掉 那包括呢 反方向的啊 包括谁呢 包括中间放下 对吧 那就中间这一块 是亮的啊 当然我们点击渲染来看一下 没有问题的啊 没有问题啊 只有中间这一块是亮的 渲染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删掉我们改到一个排除啊 回来 啊 那现在啊 我们讲解了两个灯光啊 一个是我们的 灯光啊 一个是我们的趋光啊 两种光来说一下 他这里面一些重要的参数啊 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常规里面 颜色 那灯光的话 情况下我们才会调颜色做一个氛围 对吧 然后去光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啊 他是默认白色就可以了啊 往下强度很重要的参数 调整他一个亮度啊 很多时候打光曝光了就调整他就可以了啊 往下投影 如果说需要印阴影的情况下 那就点击区域投影就可以了啊 这是常规里面 然后系列里面 就是我们的衰减啊 如果说需要有一个范围值 需要个范围的框 对吧 就通过衰减来控制 这里面呢 选择平方导数啊 然后还有框的大小 通过这里面 他这个框这个数值来调整啊 他但是啊 记住他不是调整亮度的 而是调整 影子的虚实 那同理投影里面 他的密度啊 和这个颜色啊 颜色不仍保持黑色 那密度呢 也是来控制他的一个强弱啊 一个强弱啊 再往后走工程里面 排除和包扣模式 来控制灯光 他是照射谁 还是不照射谁啊 这是整一个灯光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些参数啊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了啊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参数 比较重要的啊 在常规里面 有一个可见灯光啊 可见灯光 但是针对于灯泡和趋光 他这个是默认灰色 他是不开启的啊 在什么灯光下咋会开启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聚光灯啊 聚光灯 我们把这个灯光删除掉 来添加一个聚光灯 那网上提一提啊 看不见了啊 然后给他宣传个方向啊 丢个 好90度 那聚光灯呢 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对吧 通过一个点 向下发射一圈的灯光啊 这是我们做些舞台啊 可能会用得到啊 我可以把它放大一些啊 框放大一些 然后高度呢 给他 加长一些啊 长一些 再稍微缩短一些 这个是聚光灯啊 大家可能是不太陌生了 是吧 来看他的参数啊 灯光 首先颜色啊 强度投影都是一样的 包括后面的细节里面的衰减 也是一样的啊 包括投影啊 在有时工程里面 参数都是一样的 那唯独是有什么呢 可见灯光 它是可以开启的啊 问的是无 对吧 没人是无 我们找到一个角度啊 我们在无的情况下 我们点击渲染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在下方看到灯光 去光灯照射的一个区域 对吧 但是呢 上面的光束 它上面是有光束的 我们看不见 对吧 现在是无的模式啊 OK 我们找到一个可见 这个时候啊 中间又会多出来一个圆圈 这里啊 那这个范围 就是光束的范围 我们可以把它加大一些啊 往下去调一调 OK 点击渲染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很明显 对吧 上面的光光束 我们就看得见了啊 同时底下我们 我们也是可以可以看得见啊 对比看一下 这个是无的情况下 对吧 上面没有光束 那可见的情况下就能看见光束 OK 再往下 正向测定体积啊 和反向测定体积啊 这两个属性 我们什么时候用呢 一般情况下 是有遮挡的物体的时候 才会用的到啊 有遮挡才会可以啊 我们点击上我们的立方体啊 往上复制一个 把它调薄一些 然后宽一些宽一些 好 那很明显啊 我现在利用了一个立方体 把我的灯光光束给挡住了 对吧 我可以再往上调一调啊 好 把这个 灯光 下边这个区域呢 再往下去调调 范围加大喜啊 找到立方体 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一下我们的正向测定体积来看一下啊 灯光 找到正向测定体积 简进渲染 很明显一个效果啊 上面灯光已经完全被我的立方体怎么样给挡住了 对吧 他这里是齐平的 下方 他那个光束是看不见的 对吧 但是这个物体肯定是不受影响的 ok 记住啊 这是一个效果啊 他挡住的只挡住光束 只有光束 下面的是不影响 ok 来看反向测证体积啊 同理再点击线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角度可能不太对啊 我们换个角度 好 渲染 不科学啊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如果说不科学可以不用啊 可以不用啊 那这个时候很明显 什么上面的光束没有了 但是下方的光束是有的 他这个是什么效果呢 你不要觉得不要觉得是不科学啊 我们做三维的啊 很多时候可能就会需要这种情况 叫透光啊 比如说这是一面墙 光束我们这看不见啊 但是墙的外面 他可能会透过一些光啊 我们知道一些很薄的物体 是不是 在外部我们可以把它遮挡住啊 但是呢 在底下看到没有 他是能看得见啊 这个是反向次定体积啊 上一个呢 是正向次定体积 那就是在正向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是这个啊 这个啊 正向是看得见的 但是他底下我们是看不见的啊 两种 这个魔法世界了 是什么好啊 那大家做三维啊 做效果的 不要不要模拟出 不要觉得太太像现实生活当中啊 只是做一个比喻啊 那这个效果呢 也是这个情况去使用 好 总之记住啊 他这个指的什么呢 指的是有遮挡的物体的时候才会用的用的到啊 坐标轴的点和主体错位了咋整啊 你是不是要 你是不是点击这个启用轴心了 是不是点击启用轴心了 这个地方我没有没有交到的地方 大家不要乱动啊 不要乱动啊 然后我可以先跟你说一下啊 后面呢 我还会再说明啊 我先跟你说一下怎么来调整啊 怎么改 比如说啊 你的物体啊 我来新建一个项目啊 顾虑网格塞过关掉了 比如说一个立方体啊 然后物体塞掉了 对吧 然后呢 点击上启用轴心 轴 变位置了 是吧 第一个 先把它关闭掉啊 你不关闭掉啊 他这个会可能一直在动啊 先关闭掉啊 然后呢 在网格里面啊 有个重置轴心 找到轴对齐啊 直接点击执行 啊 他直接默认回到一个默认000啊 好 擦掉 我再来说一遍啊 你记住一下啊 网格 重置轴心 轴对齐 直接执行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我们接着网格 来看啊 聚光灯啊 我把这个给它删除掉啊 不要它 好 改回我们的无啊 我们先不看啊 然后这是聚光灯里面的一些参数啊 那还有一个 删除掉 什么呢 差不太多 叫什么呢 叫目标聚光灯 看他前面多了什么 多了一个目标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点击上一个目标聚光灯 看一下 可以把它往上调一调 放一放 把它框调大一些 往下一点 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刚才创建聚光灯的时候 对吧 他只有一个对象啊 但是呢 如果说你点击目标聚光灯 他下方是两个对象啊 一个是灯光目标 对吧 同时他后面多了一个小蓝色的圈 这个什么作用啊 首先 他的名字叫目标聚光灯 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说他可以控制我们的灯光 照射谁 始终照射谁 就是说要给灯光做一个目标 要给他一个目标啊 那现在我们点击目标聚光灯的时候 他的目标是谁 就是这个目标点啊 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能挪动这个目标的位置 那灯光呢 就会围着我走 我怎么走 灯光就怎么走 他始终是啊 怎么说 我的眼里只有你是吧 他只照射到他的目标啊 那同理这个目标能换吗 我们说假如说只想照射这一个耳机 对吧 可以把直接把它删除掉啊 因为他默认天假的啊 他这是默认目标 删除掉 点击后方这个小蓝圈 他叫什么名字呢 叫目标标签啊 目标标签啊 点击他 看一下他的属性啊 这里呢 有个目标对象 同理啊 我们就需要给他找个对象了啊 比方说我们找到中间这一个点击标签 把中间这个耳机给他放下来啊 直接往下拽啊 那这个时候呢 灯光只会照射到我的耳机 我的耳机怎么动 我的灯光就怎么动 假如说我现在给他做一个动画啊 我一个耳机 从左到右的一个位移 那灯光呢 也会跟着我来照明啊 好 这是目标灯光的作用啊 那 现在来说一下 只有这个聚光灯能加目标 能加这个目标吗 啊 我的趋光能不能加呢 是也是可以的啊 好 我把它删除掉 点击趋光啊 那怎么才能让他有这个目标的一个作用呢 注意啊 这个地方很常用的一个命令啊 点击灯光 右键 在ccd标签里面 这里面有个 小蓝圈叫什么 叫目标 他叫目标标签 我们给他添加上 那同理 那这里是不是有这个目标标签呢 把中间这个我们要照射的物体也同理放下来啊 那这个时候我的 趋光也会围着我的目标 进行旋转或者位移 看到没有啊 始终是围着我这个目标的啊 所以说啊 我们在打光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他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啊 都会用到他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不管我这个灯光 不管我的物体啊 怎么动啊 亮度始终是朝向他的啊 朝向他的 好 这是他的一个作用啊 删掉 然后往下再看几个灯啊 可以加几个目标啊 你看一下他这里面能加几个呢 右键 右键找到目标 好 这里是不是只有一个目标对象啊 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所以说只能加一个物体啊 对 那如果说 嗯 显加多个啊 那你只能说创建多个灯光啊 好 燃掉 往下再看啊 呃 还有什么IES灯啊 这个呢 剩下这几个啊 都是不常用的啊 我只是大略大略的跟大家说一下啊 IES灯呢 是我们做一些室内设计啊 他是需要一个IES文件的啊 然后你这里面你需要加载一些文件啊 你要你要从一些其他的网站 比如说摩顿网啊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啊 去找一些文件 然后加把他里面灯光预设好的 去加载出来啊 但是我们呢 是模拟不了的啊 是用不上 我们用不上 然后呢 远光灯 那远光灯呢 就是一个 从头到尾的一个平行光啊 他也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然后日光可以来看一下啊 点击日光呢 他可以模拟太阳的一天啊 看一下日光 他的后面有个什么 太阳表达式 有个太阳标签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他 那通过这里面 他的数行啊 来看一下 你就可以控制什么年月日啊 什么精度纬度距离啊 对吧 模拟太阳的一天 我们可以 啊 比如说给他一个某个精度 或者某个纬度 调整一下啊 看一下啊 就是模拟太阳的一天 由天亮了 或者说到夕阳了 越来越黑 这种时候呢 一般什么时候用啊 就是 做一些简单的效果 想想这个 不想这个打光太麻烦啊 因为打光 你需要调整他一个方向啊 或者说什么目标啊 什么之类的 太麻烦了啊 你可以通过他来做一个测试啊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啊 很少 但是很少说用他去做工程的 去做项目的啊 闪掉 还有这个 RBP啊 PBR灯光 这个是新加的一个物理灯光啊 是R19更新之后才会有的啊 但是呢 我们也不太常用啊 所以说呢 呃 我们常用的就是灯光聚光灯以及趋光 那最常用的就是趋光啊 就是趋光 其他的看情况去使用啊 比如说灯光的是打分别用的 或者像照亮某个物体呢 用聚光灯啊 但是打照亮物体呢 都是用一个啊 整个场景呢 就是用一个趋光啊 好 讲到这里为止啊 三个灯光 大家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 有问题可以来问一下啊 没有吗 好的啊 那我们继续来学习啊 那什么时候用遮挡啊 什么时候遮挡需要用遮挡的时候采用遮挡啊 那某个灯光你想让他 嗯嗯没有小粒子啊 没有粒子啊 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场景当中啊 你需要给他遮挡一下 你才用遮挡啊 那不需要就不用了吧 后面我们会有案例的啊 然后讲完了灯光的属性啊 是不是相当于灯香 差不太多啊 差不太多 把它当成一个面光源啊 那灯光属性我们讲完了 来学一下如何打光啊 我们来看一下一张图 来看一下 光大 那通常啊 我们打光呢 都是用几盏灯啊 三盏灯啊 那这种方法呢 叫三点不光法啊 三点不光法 来看一下 那这个有主光主灯辅助灯啊 还有一个 呃 这个是算是一个背灯吧 背灯啊 三盏灯 这个背景灯啊 我们什么时候用呢 啊 他是不算不算这个三点不光法里面啊 而是背景特别暗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打亮的时候才会用到 那如果说背景量 你就是不需要了 背景暗的情况下 你需要打光就给他打一下啊 OK 然后啊 这一个主光灯跟着辅助网这个位置啊 你是可以调换的 不是说非得主光源主光源在他一个 这是他的左上角对吧 你给他调换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说我们通常打光的都是通过这个三点不光法来打来打光啊 你可以参考我们呃 现实生活中一些影楼啊 或者是写真啊 或者是拍一些证件账的时候 对吧 都是这么来在主体啊 他的前方啊 左前方右前方 包括他的背部进行打光了三点灯啊 OK啊 然后那大家可能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我这个灯非得这么打吗啊 一定要一定要是要这个三点不光法吗啊 如果说假设啊 我们把这个灯光啊 你给他放到哪呢 放到机位这边放到被射主体的前方 放到这里边可以吗 是不是也可以啊 能不能这么打能打啊 但是啊好看吗 是不是不太好看啊 模拟一下你拍照的时候啊 你拍照 然后啊 你的手机前面打了一打了一盏非常强烈的一个灯光啊 你的脸是不是特别平或者是特别爆 对吧 说什么我们打光啊 不再这么去打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看一下光源对于人的一个影响 看一下啊 呃 这可能画质有点太扎啊 但是不耽误我讲啊 看一下 第一个他用的一个灯光呢 是范围比较小的一个灯泡 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灯光啊 第一个讲的那个灯光啊 那范围比较小的情况下怎么样 这里是不是失真了 曝光了 那如果说你做一个项目啊 或者是你给人拍照拍张照片 你这个不打你也得骂你一顿 是吧 所以说不要这么打光啊 同理第二张呢 他把一个点光源换成了一个片光源 也就是我们说的面光源 趋光 对吧 这个时候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柔和一些了啊 因为他范围比较大了啊 比较柔和一些 这里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包括他的肩膀 这里呢 是爆的 对吧 这里就没有啊 但是这个轮廓 这边的轮廓 他是乌其妈黑的 是看不见的啊 所以说呢 也不是很立体啊 然后第三个 他是把灯光呢 换了一个方向 在他的上方 那这是这么来打的 对吧 相比较来说啊 范围呢 也会稍微大一些啊 但是这里面 还是不太完美 不是好看 是不是啊 然后再来看这个 他这里面啊 呃 方向呢 还是这个方向 对吧 但是呢 他在下方 做了一个 反光 对吧 一个辅助光啊 你看他这里面放了一个 呃 反光板 是吧 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啊 那这个时候 就很明显了 这里会柔和一些 包括这一侧的亮度 我们也是可以看得见的 对吧 但是呢 效果还不是非常的完美啊 再往下来看啊 这个呢 是在下巴底下放了一盏灯啊 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得到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恐怖片 对吧 恐怖片 在他下部下人用的 是吧 再来啊 这个呢 是换个方向 这个是在人的上方来打光的啊 啊 在人顶部打光 他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啊 一般这时候啊 我们做影视的时候啊 在顶部打光啊 他能表现出什么呢 表现这个人物不太正常的时候 这人物有什么精神病之类的 会在顶部进行打光啊 再来看最后一个啊 这个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一些的啊 相对于啊 他来说 嗯 他这个 看一下 也是两盏灯 也是一个灯光 一个辅助光啊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一步是不太不太好的 对吧 来看这个换了一个方向啊 把这个辅助光呢 放到两边了 对吧 煮光和辅助光放到他人的两边 嗯 然后怎么样 这人物脸人物的面部轮廓 是不是特别清晰啊 特别清晰 对吧 就说我们常用的就是三点步光法啊 在哪里都很适用啊 都很适用 但是啊 就是说打光没有对与错啊 你怎么打都行啊 但是呢 一定是有美和丑的啊 就说哪里哪个灯光表现好 就用哪个方向啊 好 把它拆掉 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来打光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节课的案例啊 找到我们第一个大力啊 这里的材质啊 是我提前上好的啊 提前上好的 嗯 没有学到材质呢 大家可以不用上材质啊 我们先来学一下如何打光啊 我们可以呃 第一步啊 先来渲染看一下 这是没有打光的情况下啊 给你渲染啊 OK 我这里改修改一下渲染设置 找到我们的物理啊 呃 他不然呢 是这个proventer 这个这个proventer 这个是比较老的一个渲染器啊 在这里啊 这个也是一个渲染器啊 但是呢 在高版本 他已经被淘汰掉了 所以说我们不用学习啊 与时与时居然淘汰的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学习啊 还增加自己的支持负担是吧 我们选择一个物理 保存里面不保存啊 啊 删掉吧 我给到你们啊 这个工程也会给到你们啊 然后你们记得要修改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上一个渲染来看一下 然后把上面的全部删除掉啊 右键 移除所有图像 好 重新刷新一下 看一下啊 这个是没有打光的情况下啊 可以呃 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缺少细节啊 没有这个投影的关系显得不太立体 是不是啊 不是好看对吧 而且亮度也是不太够 那接下来我们先给他进行个打光啊 但是啊 在打光之前 我想保证什么呢 我想保证每次我做一个渲染对比的时候呢 角度是统一的啊 是统一的啊 我不想说每次导安灯光我调整之后 试图变了 我一我再点击渲染 我就没法对比了 因为角度变了对吧 跟第一个对比跟 跟他对比对吧 那我怎么样才能把我的视图给固定住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摄像机了啊 在灯光的旁边啊 在他左边看到这里是不是个摄像机的图标啊 这个是我们添加摄像机的地方啊 我们点击上摄像机 那添加完摄像机之后啊 第一步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啊 我们可以来 退出来看一下啊 他的位置在哪呢 不偏不正啊 你也不知道他的座标是在哪里 是吧 因为这个创建摄像机啊 他默认的一个位置是哪里呢 就是我当前的视角啊 我先把它删除掉 我现在的视角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特别丑的一个角度 然后点击上去啊 我去拉一下 看一下我的视角在哪 我的摄像机呢 就创建在哪啊 但是我需要让他默认归零啊 记住第一步添加好了之后 点击上去找到座标 全部归零 包括他的位置啊 全部归零 包括旋转归零归零 这个时候 他是零零点 然后再调整他的Z轴 把它往后去拉 让摄像机呢 照到他啊 但是啊 当前视角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看角度 我是不是一个第三者 我是第三方视角来观察摄像机和我们的物体啊 那怎么才能进入到我们摄像机的内部视角呢 他的内部视角大概呢 是这样的啊 进入上机 对吧 但是还是进不去啊 在哪里点击呢 注意 在摄像机的后方 这里有个布奇尔的小按钮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进入摄像机的一个按钮啊 默认默认是黑色黑色的时候呢 是没有进入 我们点击 当他变成白色的时候 白色 我们就会从第一视角啊 从第三视角变成第一视角啊 我们可以退出相机 看一下 这是第三视角 对吧 点击下来 这就是第一视角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上街一个参数了 是吧 把我觉得这个离我太远了 对吧 那就调整这轴 离得近一点 或者远一点 是吧 那 这个看不到上边了 对吧 那就歪轴 把相机的往上去调 ok 然后大家注意啊 看一下 我的面板的上下方 这里 是不是有个灰色的小条 你们也会有啊 你们也会有啊 但是呢 我的是在上方 你的呢 可能是在左边啊 你的可能在这边啊 或者是这边 这个是为什么呢 根据视区的大小啊 我的视图呢 现在是比较大啊 我比如说把它缩小一点 面板调整一下 看现在面板更大了啊 他就会把这个虚框呢 变成左边右边啊 同理缩小的情况下 越来越小 看一下 灰色是不是越来越明显 变大了 变大了 对吧 但是啊 无论他在在左在右 他什么作用呢 他这个区域来画一下 是渲染不渲染不出去的一个区域 这里都是渲染不出去的啊 那哪里是能渲染出去的呢 只有中间这一块 是能渲染出去的啊 所以说我们要找好这个视图的一个比例啊 那我能不能把这一块变得更加黑色一点 变成颜色更深一点 我好好观看好调整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啊 我们按下快捷键 shift加V 然后呢 在查看里面 看一下啊 在查看里面 呃 这里面有个透明 默认情况下是40%啊 颜色呢是黑色啊 我们把这个透明呢 给他调到100 我一点一点点调看一下 越来越黑了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很清晰的知道我的视图大概呢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啊 我的渲染出去的视图也是这样个范围啊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在查看里面啊 然后呢 点击透明 把它透明度给到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百 OK 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相机就能确定好我们当前啊 这个视图一个范围了一个比例啊 然后呢 在相机里面看一下它的属性啊 在最后的合成啊 这里面有个合成啊 合成 点开啊 调整构图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我们照相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九宫格啊 啊 或者说一些对角线或者三角线 对吧 那同理这里面有什么网格啊 有三角线什么黄金螺旋线十字标对吧 对角线 我们就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视图啊 让它在一个边框一个范围里面 我们点击网格 然后呢 啊 看一下它的范围 我的物体呢 基本上是处于在中间这一块的 对吧 那视图呢 我就不要调整了啊 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啊 我看它 不悬掉 没有灯光的时候 见不得高光是哪里来的啊 这个是啊 默认会有一些啊 但是加上灯光之后 他就没有了啊 你不可能没加灯光 他就是缺黑的啊 这个是只有在默认物理渲染器的情况下 才会是这样啊 或者说啊 标准也是一样的啊 但是后面我们学到OC的时候啊 他是 OC呢 是比较真实的一个物理 物理渲染器啊 呃 可以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现实生活中 没有灯光情况下 它就是黑的啊 对吧 然后呃 但是它这里面物理呢 就是没有灯光呢 它也会模拟出一些亮度出来啊 但是加上灯光之后 它就没有了啊 就给覆盖掉了啊 好的啊 那这个时候啊 我虽然说进入到上级了啊 虽然说进入上级了 嗯 那我还可以调整视图吗 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但是啊 我的视图 我的视图又发生变化了 又发生变化了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你不能每次你这个进入上级 你都需要调整它坐标 对吧 桂林桂林桂林 那这个时候你只能重新调整了啊 重新调整了啊 桂林桂林桂林 好 你得退出上级 这个时候呢 你再往后去拉 然后再进入上级 然后呢 再调整 往上去 往前去 所以说 在守护的情况下 它很麻烦 很麻烦啊 你想 就是不破坏 不破坏我们的视图 你只能退出摄像机 然后才能对我们的物体 进行一些调整啊 进行调整 那这样 很麻烦 我怎么样才能把我的摄像机 给它固定住呢 注意啊 点击摄像机 右键 在上方的ccd标签里面 后方有一个保护标签 它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给它添加上啊 来看一下 那后面是不是有个保护标签 这个时候 啊 有了保护标签之后 你想调整 我们可以按奥特价啊 你想调整 它都调整不了了 因为上机呢 被锁死了 被锁死了啊 你想调整的情况下 你只能是退出上机 他才会啊 能就是你可以随便来调整了 对吧 你是无论你是奥特件 这个鼠标左键 中间右键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上机呢 他现在是固定不动的啊 已经固定住了啊 我们呃 选出去的时候 再进入上机 对吧 视角呢 保持不变啊 这个大家知道啊 这就是保护标签的作用啊 ok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给他打光就没有问题了啊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趋光 一个趋光啊 推出上机 调整一下 他的位置啊 这个趋光 现在来说 他的面还比较大的是吧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顶视图 那刚才我们已经学习到了这个三点光法 是吧 那就是在摄像机的左边啊 放着一盏主光灯 好 旋转一下啊 旋转一下 往前进去一点 ok 回来 回来 进入上机 看一下 很明显 这里的亮度就增强了 这里是因为有了灯光之后 这里就变黑了 因为没有照到 是吧 没有照到 ok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圈来看一下啊 确然 啊 这里是没有打开头影啊 但是明显来说我们对比一下上一张啊 这个不要吧 这个不要 删除掉 我们来看第一张对比啊 好 删掉 对比一下 很明显什么这张呢是没有细节的啊 没有细节 但是这张呢 他是有细节的 对吧 因为他有明暗的关系了 有层次感了啊 但是呢 不太好 原理呢 就是因为只有这一侧有亮度 这边呢 没有亮度 阴影影子太黑了啊 太黑了 好 进入我们的灯光调整一下啊 首先把他投影打开 我们来测试一下他的阴影效果啊 去投影啊 然后呢 再点击渲染 很明显 这里面啊 层次就出来了 虽然说不太好看啊 看一下 这里的投影就有了啊 但是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噪点之类的啊 有噪点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亮度不够啊 包括我们拍照一样 比如说你在夜晚去拍张照片啊 他的噪点会很多啊 这个时候是就是因为亮度不太够 所以说才会有这些噪点啊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一次啊 再加一点灯光 把这次呢 也给他照亮啊 好 我们退出上机 然后啊 假如说现在这个时候啊 我来复制一个灯光啊 我们可以按住键往这边拖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很麻烦的一点是需要你再次呢 做一个旋转 对吧 你再次做旋转 然后再调整他的位置 往前去啊 右边往前去往这边来 很麻烦 是不是 我们能不能始终保持我的灯光 只照射这个物体呢 不管我怎么挪动 都会照射到这个物体呢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用到我们的目标标签了 我们刚才有学习过是吧 删掉 在他第一个灯光里面 右键找到CCD标签 找到我们的目标标签 看一下 在目标标签里面 把我们的物体呢 你给他放下来啊 那始终来说 我的灯光是不是都是照射到我这一个物体的整个一个模型的对吧 那这个时候再来复制 看一下我复制出来这个灯光 因为他也是有这个目标标签的 因为是复制过来的对吧 一模一样的啊 他就会始终围绕着的物体进行照亮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说给他做旋转了旋转了是吧 只有这么来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就没有问题了啊 然后我们是刚才是用这张当做一个辅助光是吧 做一个啊 这个是一个主光是吧 一个主光啊 这个呢 打一个辅助光的一个作用 是吧 记住啊 辅助光的灯光和呃 主光源的灯光 他来的亮度不能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他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辅助光 他的亮度强度值啊 给到一个主光源的一半作用啊 木人的亮度是一百 我们给他一个五十左右 五十 好 再一个 辅助光需要投影吗 想一下辅助光是不是不需要投影的 对吧 你不可能现实生活中你有两个影子啊 用一盏灯打出两个影子 是吧 所以说呢 把辅助光的投影给他调低啊 调媒改成无啊 我们呈想当中只有一个主光源是需要打开他的区域投影的啊 好进入商机 我们再来点击确认 看一下 对比一下啊 这是打了两盏灯的啊 两盏灯 然后这里面他的影子啊 他就没有那么太实了啊 对比一下 这是一盏灯 这是两盏灯啊 一盏灯 两盏灯 很明显层次关系 这里呢是偏暗一些啊 这里呢是偏亮一些 对吧 但是啊 可能还是亮度不太够啊 我们可以呢 在上方 再打一个背光 推出商机 我们再来复制一个啊 我们直接复制一个辅助光 因为他是不用挑投影的是吧 把他在他上方打一盏啊 上方打一盏 往下一点啊 我们再进入商机 再来 确认看一下对比关系啊 那这个橙色怎么样 对比一下 这是上一张的 这是这一张的 是不是层次感又起来一些啊 又好了一些啊 但是怎么样 还是不太好看 是不是啊 如果说做一个样片来说 可能还是不太气质啊 不太细致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学到环境光了啊 环境光 那我再说一下环境光什么作用啊 在cc里面啊 不光是我们的灯泡 我们的灯光可以进行照明啊 我们刚才只学到这一个啊 灯光趋光的吧 不光是这个灯光可以照明 我们的环境也是可以照明的啊 怎么来理解呢 参考一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们的屋里面是不是有灯泡 灯泡 就是指的我们这里的灯光 但是我们的外边周围的环境 他是不是也是有灯光的 比如说外面的太阳 外面的月亮 包括太阳照射到我们的桌面啊 或者照射到我们屏幕啊 我们的屏幕里面是不是也有光源 对吧 所以说啊 一展灯光是完全不够现实的啊 你想模拟的更真实一些更物理 物理现象一些啊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环境了啊 环境光啊 在哪里呢 在摄像机的旁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环境 环境光的一个地方啊 把它长按点开 这里面有个天空啊 天空 点击一下 呃 现在已经添加上天空了之后 我们再点击渲染 对比一下啊 有没有什么作用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没有发生任何的效果啊 所以说呢 他还是需要一些设置的啊 那天空什么意思啊 我先不用这个天空来模拟啊 我先不用这个天空啊 我先把删除掉啊 我退出上机 呃我们来怎么理解这个天空呢 我们可以呢 用一个球来演示啊 我们用一个球体 我让这个球呢 把我们场景给包裹住 对吧 那现在很明显啊 我场景已经包裹在我这个球里面了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可以想一下啊 我这个球是什么颜色的 对吧 我进入到里面啊 我到球里面去啊 如果球什么颜色 我里面的物体 是不是也会受什么颜色的影响 可以可以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那我们天下上一个材质球啊 去除一下啊 我们双击 在这个材质面板里面啊 双击 然后呢 创建个材质球 再双击 来来到他的这个材质编辑器啊 这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要勾选啊 什么都不要勾选 只勾选这个发光通道 因为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天空是需要发光的 所以说他其他通道是不需要的啊 只勾选发光 然后在发光里面 我们给他调个颜色啊 比如说我们给他调成一个大棚绿啊 大棚的原量绿是吧 好 把他这个材质球给到我们这个球 球现在是不是发色发射绿色的光啊 绿光啊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呃 球里面看一下 我们进入上机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圈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物体能不能受到球的一个绿颜色的影响 有吗 没有受到影响 对吧 没有受到影响啊 所以说下一个设置就非常重要了啊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环境光和我们的灯光或还有和我们的物体产生相互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太阳啊 照射到我们的嗯 照射到我们的物体上面 物体本身是不是要发生反光 对吧 如果说想让我们的太阳光和我们的物体产生效果 在我们的渲染设置里面 点击渲染设置 在效果里面 找到我们的全局光照 这个大家记住啊 全局光照 看一下啊 在效果里面 找到全局光照 把它添加上 我刚才是点错了吧 添加全局光照 ok 添加上了之后 我们再点击渲染 来看一下 很明显啊 我的物体呢 已经受到了环境光的影响 就是这个球的颜色的影响啊 这个就是天空的作用 来影响我们啊 让我们的物体和灯光呢 和其他的其他物体相互作用的啊 他比如说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光线追踪啊 照到这儿 他灯光弹一下弹到这儿 然后又反弹又反弹到这儿啊 这个里这么来理解啊 ok 我们把球删除掉 那刚才呢我们是用一个球呢 给他做一个模拟天空啊 那我们这里的天空相当于什么呢 他就相当于一个无限大的球啊 记住啊 你看不见他 他是一个无限大的球啊 可能说是把整个场景都包裹住了 非常大一个球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穿一个材质球啊 把它删除掉啊 就上机 双机创建材质球再双机啊 再双机 然后我们只勾选发光通道 同理是一样的 只勾选发光 因为天空就是需要发光的 他不需要颜色啊 也不需要什么漫射 也不需要什么反射 什么凹凸之类的啊 找到发光 在这里面 你就不不能是给他添加单一颜色了 我们的生活场景 他能是单一的什么绿色呢 单一单一的蓝色吗 不会是是吧 在文理里面啊 我们需要给他加掌一张 加载一张环境贴图啊 找到后面三个点啊 找到我们的第一节课的贴图啊 好 这里呢 已经是吧 在素材通道里面 已经给到大家了啊 好 找到我们tex 这是贴图的意思啊 然后呢 找到一个文件 他这个文件呢 是叫exr格式的文件 这个exr文件 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格式呢 相当于什么 是一个360度循环的一个数据库 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颜色信息啊 他不是单一的颜色啊 我们点击他 把它打开啊 这个时候弹出一个面板 这个面板呢 他问你啊 就是你这个贴图啊 你需不需要复制啊 直接点击否就可以了 看到这个面板 直接点击否 不要他啊 好 这里呢 已经加了进来了 对吧 插掉 把材质球呢 给到我的天空啊 ok 我推出相机 来看一下 那这个场景 就是我当前所处的一个环境 我这个物体这个场景啊 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但是现在这个马赛克啊 看不太轻啊 对吧 那这个文理文理的一个尺寸啊 我就调整一下啊 让他能看得清 我们双击我们的材质球 然后在编辑里面啊 在编辑里面就可以控制 我们这个文理 他的一个啊 范围多大 尺寸多大啊 然后呢在文理预览尺寸里面 现在呢是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点击把它调整更大一些 就像屏幕分辨率是一样的啊 我们给到一个2k吧 2048 好 来看一下 这个场景 它是个什么的环境 看一下 这里什么是毛巾 是不是啊 一个毛巾啊 然后 再来看这里还是毛巾 这是哪里啊 这里是个马桶是吧 一个马桶 垃圾桶啊 一个洗手台啊 这里是个柜子啊 这边来看 什么场景啊 一个卫生间是不是啊 一个卫生间的场景 好 这里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浴缸啊 还有一个 这个是窗户啊 一个窗帘 好 进入上机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一个灯光 它就会受到我们三盏灯的灯的影响 以及刚才我们所处的环境光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点击选实质 来看一下 来对比刚才的那张 这张对吧 颜色呢 不是很分明 这里呢有道点 对吧 看这张很明显好很多 对吧 好很多 但是影子不太实啊 影子不太实的情况下啊 但是这里是有影子有阴影的啊 只是比较浅一些 对吧 能看得见啊 如果是影子不太实调谁啊 是不是要调整我们的边框的大小 灯光边框的大小 对吧 那更实一些啊 好 然后啊 像这种环境光这种贴图啊 这个文理贴图有很多啊 你们随便摆读都有很多 包括给到你们一个网站 叫摩顿网是吧 你们可以直接去里面去搜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找到摩顿网啊 到摩顿网 然后呢 在这里面有HDA贴图啊 好 那这种贴图有很多啊 比如说啊 有什么天空贴图啊 有什么室内的 户外的 什么公路的沙漠的 什么海边的星空的 那这里面你要看情况去使用 你不要说一股脑的 把这里面全部添加啊 天空有什么作用 天空就模拟一些这样的场景吧 啊 模拟一些这样的场景啊 那这里面如果你想做些户外的 或者什么海边的啊 你可以来来用啊 但是啊 只能说 看情况去使用 你需要这样的场景 你就你就下载啊 你就拿来用啊 但是不要一股脑的全部下 你全部下的话 也是耽误到你一个内存是吧 再一个啊 我们做三维呢 呃 有很多工种啊 比如说建模呢 有建模式啊 渲染那有渲染式 材质呢有材质识啊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自己做项目呢 你是需要这些方面都需要设计到啊 如果是你是团队的项目 你只能是负责一块啊 可能会有人给你提供一些梯图啊 比如说做平面的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个贴族呢 可以用一个呃 PS给他导出来啊 PS做平面的可能会给你提供 然后呢让你去渲染 或者是让你建模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大家知道 啊很明显啊 我现在有环境有灯光之后啊 质感的会更好一些 是吧 那不满意的情况下 你只能说 再调整他的一个边框大小是吧 比如说我们找到主光源 啊 找下的主光源啊 学完能全能过 呃 我这么说啊 学完之后 我上上期的学生 现在已经有做三维的了 但是呢 他课下呢也很努力 好 把边框调小一些啊 小一点点 让他投影更 呃更清晰一些是吧 有趋光投影了 进入摄像机 渲染看一下 啊 这里呢 在对比上面一张啊 很明显 这里面影影影呢 打的会更实一些是吧 更实一些啊 如果说想他的投影呢 更加的啊 更加的黑一些啊 那你只能说还调整一下 灯光里面的投影 把他密度加强一些啊 或者说把边框呢 再调小 这里还是可能是有点太大啊 你再调小 好 用上机啊 然后呢 渲染一张 看一下很明显影子变得更实了啊 但是我们这个场景啊 他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一个啊 素描 对吧 类似于一个素描啊 所以说没有必要把这个影子打的太实啊 啊 我们给到改成一个大概大小就可以了 放大一点 放大一些啊 不需要太小 好 啊 这个就是我们灯光环境的一个部分啊 怎么来打光啊 怎么创业灯光 包括摄像机也有讲解到 对吧 包括环境贴图啊 已经给大家说完了啊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 支点呢 这一颗基本上是已经完事了啊 总结一下 那首先 那么我们刚才是讲到的我们的灯光啊 然后 聚光灯以及驱光啊 常用的打光照亮物体呢 就是驱光 在这里面 我们学习到什么了 常规里面啊 颜色啊 对吧 然后强度 包括投影啊 用这个区域投影啊 然后系里面加衰减 吧 那衰减呢 要选择平方倒数啊 还有边框大小 调整影子的虚实啊 还有我们的投影 来调整他一个密度值 也是让影子更实一些 或者更虚一些 对吧 包括后面的工程啊 你要排除谁 照亮谁还是说包括谁 对吧 好 这是灯光啊 然后摄像机 创建上机 第一步干什么东西 做什么 第一步 是不是需要啊 把我们的摄像机 默认的一个坐标点归零啊 先归零啊 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他坐标点在哪里啊 然后呢 摄像机找到他 找到他的 坐标 归零 包括旋转也是归零的啊 那这个时候呢 再来调整角度 这轴呢 往后去拉 然后进入到摄像机里面啊 点击 后面这个灰色的啊 黑色的啊 然后进入摄像机 在摄像机里面 我们是这个角度观察视图啊 比如说离他近了或者远了对吧 离他近一点啊 然后 上面一点啊 往下点 下面点 远一点 好 然后啊 视图区还跟哪个有关 是不是跟我们上面这个边框有关啊 这个边框的部分 黑色边框部分部分是渲染不出去的啊 是说呢 要把它调黑一些更明显一些啊 我们shaft加V shaft加V ok 在查看里面啊 这里面有个透明度 把它给到数值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百 它就会变黑啊 然后呢 大家呢不用管 他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总之 就是黑框的部分 就是渲染不出去的 你要根据这个视图 这个区域 调整我们这个比例啊 调整最后渲染出去的比例啊 再一个呢 在相机的合成里面 对吧 可以调整他这个网格啊 来做一个参考 做个对比啊 一个九宫格啊 好 最后呢 还有摄像机呢 如果说我们进入到摄像机之后 不想调整这个视图 因为已经调整好了 很可能手务 你就把这个角度呢 给调整一些乱七八糟的是吧 右键 找到我们的c标签 找到我们的保护标签 给他固定住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视图呢 摄像机呢 你就是动不了了 想调整的情况下 只能退出相机 对吧 退出相机啊 你这么来调整 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啊 最后渲染出去的时候 进入到视图里面 对吧 还有啊 灯光啊 添加一点灯光不太够 那只能是按照三点不光法啊 同理 在复制灯光的时候 要注意 添加上我们的目标标签啊 右键 cscd标签 找到我们的目标标签啊 然后在这里面啊 我们的灯光呢 他会始终照射到我们这个物体啊 你怎么转都行啊 怎么转都行 就不用说来回的调一个旋转了是吧 不管你怎么旋转 他都是直射直照射我们这个物体的 比较方便一些啊 好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天空的概念 他就相当于一个无限大的球啊 无限大的球 把整个场景呢 包含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双机上材质球啊 然后在这里面 加载上我们的发光通道 在发光通道里面 添加纹理 那纹理呢 就是加在我们的环境贴图 什么格式的 EXR格式的 对吧 一个数据库 好 我这里是加载过来的啊 然后把环境给到我们的天空 对吧 那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 天空我们的照亮 照亮场景当中的一些物体是吧 不光是灯光可以照明 环境也是也是给照明的啊 看一下我们的环境这里面 是不是有暗的地方 然后也有亮的地方 也有亮的地方 是吧 如果说我们当前这个视角啊 觉得他不太亮 是不是啊 觉得他不太亮啊 想他更亮一些啊 第一种方法 你可以把灯光的亮度调高啊 把灯光的强度调高 或者我们推出商机 把我们当前这个角度啊 这个场景 给啊 或者说天空吧 给天空做个旋转 给天空 他也是有足标的 看到没有啊 啊 我们把亮度是不是在这里面 在这是吧 给天空做个旋转 应该是X轴向啊 改成个零啊 好转一下啊 转转转啊 应该是装到一个180吧 来看一下啊 在哪呢 OK 还差一点是吧 还差一点 算啊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窗窗台 曝光这个部分 很亮度很强的部分 直照直照受这个物体了 对吧 看一下 相机呢 是在这啊 在这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相机 点击渲染来看一下 他会会变得更亮一些呢 对比看一下 这上一张啊 上一张还是比较暗一些的 对吧 那这张呢 很明显偏亮了 是吧 偏亮一些啊 但是这个情况不太好啊 因为有点太亮了啊 有点太亮了 所以说啊 我们调整的时候呢 可以悬省天空 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角度 啊 要推出相机来调整啊 因为能看得见啊 啊 不要让曝光点照射我们的物体啊 但是你就可以通过找些其他的 比如说侧面的一个亮度啊 我们再进入相机 缺染来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点啊 还有一点啊 哪里 是不是你要给天上这个全球光照啊 必须添加群星光照 因为有天空的情况下 没有群星光照 它的灯光 我们灯光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物体 它们之间是不能相互作用的 把它一定要添加上 不要跟我说你在渲染的时候 这个为什么却黑 为什么没有亮度 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或者不够选 不够选情况下 我们再来渲染一下 不应如此 不应该是这样的 确然 对比看一下 对比看一下 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 好 不应该是这种情况 总之记住 一定要添上全球光照 效果全球光照 再一个 还有一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 环境吸收 这里面还有个环境吸收 这个环境吸收 可加可不加 你要加的话 它会让我们的物体 就是边缘的部分 黑的更黑 亮的可能会更亮一些 这个是环境吸收作用 比如说 这个环境吸收 它可能会控制哪里 控制这个物体 这个边缘的部分 边角 可能会更黑一些 我们可以添加看一下 它什么效果 加上这个 环境吸收 在这 确认看一下 它一个作用 很明显 看一下 它的边缘 这里面 是不是更黑了 更黑一些 但是这个效果就不太好了 所以说 这个责情换去添加 我们这里是不需要添加的 大家先知道就好 那这个就是咱们整个一节课的内容 一个内容 然后包括一个不光方法也都交给大家了 课下呢 大家作业呢 是把前面七节课的一个案例 不需要添加 不需要添加材质 先把灯光先打上 先打上 多加练习 不同的场景去练习一下 然后呢 这节课注意啊 不着急交 因为 还没有学到这个材质 你不交也可以 或者说交到下节课里面 也是可以的 等我们学完材质之后 你再把这个案例呢 去交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来问一下 我们现在进入答疑时间 包括前面七节课 你们做的案例 有什么问题 出现了什么问题 可以来说一下 然后另外呢 我们七节课的工程呢 我已经给到大家了 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七节课 这个工程啊 我都给到大家了 这是第一节课的工程啊 工程CCD 然后第二节课的 这里面 这个也给给大家了啊 他的工程 看一下他这里面 我们双击看一下第二节课的嘛 好 然后呢 看一下 打光方法啊 是不是还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啊 这个呢 是一个主光源 这是个辅助光是吧 一个辅助光 包括上方三者灯啊 这个是做一个背光来使用的啊 一个背光 三点光法啊 然后进入上进入上机 看一下啊 这个是摄像机的一个一个视图 对吧 做一个比例的调整啊 没有问题吧 一个就工格啊 可以在摄像机里面 在合成里面 给他关闭掉 OK 然后包括啊 灯光呢 要加上我们的目标标签啊 然后上去呢 加上保护标签 是吧 课下呢 把前面都去都去练习一下啊 呃 想多学点建模 老师有什么推荐吗 建模的话 你去b站去搜一下建模宝典啊 里面有个建模宝典啊 里面会有一些 嗯 小案例吧 这个只能是你们自己去找找这个资源去学习了啊 我不可能说你给我一个模型我就不教你们去建一下是不是 你给我个冰箱我给你建个冰箱啊 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啊 但是关于建模啊 我们在前面的基础模块里面啊 包括这个基础参数化解形体啊 还有多变形建模 所有的命令 所有的属性都跟大家去讲解了 你一定会使用了 只不过呢 没有那么多一个案例去提供你们去使用 只能说你自己去找一些资源啊 看一下怎么其他的模型去是怎么做的啊 想对着镜子建模建个自己 建模建个自己 这个现在来说是有点难度啊 你就去b站去搜就行了 b站有很多这个建模宝典 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老师里面啊 然后告诉你这个摩托车怎么建啊 这个汽车怎么建 对吧 这个冰箱怎么建有很多啊 你们如果说英文还是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可以找一些英文的教程 那因为 呃好多啊 好多都是 中国人 都是把一些外国的教程的去翻译了一遍啊 今天课程要结束了吗 呃 他大概是应该要结束了 因为今天没有作业啊 你们上几课的作业呢 呃 我们可以在后面来看啊 因为内容呢比较简单一些啊 只有灯光只有环境啊 案例呢 我们今天是没有 只是把前面的案例呢 去呃 操作一下 对 我们节课呢 是9月28号节课啊 9月28 然后高级课的开课啊 是在10月 呃 大概是13号吧 左右吧 10月1123左右啊 突然间想学英语了啊 呃 想学英语了 其实想学语是好的啊 是好的 因为很多差价啊 你比如说这个x8离口 这个差比例子啊 你不用英文的 你可能看不太懂 嗯 看不太懂 比如说这个什么 什么 边缘什么高度 什么宽度 这些单词啊 我这里 我这里不以他为例吧 比如说我们后面要学习到这个 呃 tfd插件 烟雾插件 你看一下啊 他里面英文非常多 我们点击上一个容器 啊 哼 考了 嗯 高级看还是我啊 是我是我 不会换老师的啊 当然了 你们想话也可以啊 想话也可以 在建模的时候 对点线面 有点模糊 不知道怎么操作点线面 老师能不能说是给说一下啊 啊 我卡住了啊 啊没卡没卡 我促标呢 啊 啊 啊 这里点开了啊 你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的tfd插件 那是高级课里面要学习的啊 你看他这里面都是英文的 只是英文加中文里面都会有啊 但是有都是没有翻译的 只能说你自己去记一记了啊 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新建个项目啊 对点线面 模糊 不知道怎么做啊 我们来创建个物体 那其实呢 内容呢 还是我们之前多媒形建模里面 两几颗去讲解的啊 你就是看你需要对他点线面 对他哪部分进行操作啊 比如说 我们现在 嗯 把物体啊 给他c掉 你只有c掉啊 你但是在c掉之前 你先要加上什么呢 先加边缘啊 先加边 嗯 换那个什么呢 我现在脑子里 也不知道给他加 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啊 嗯 比如说我做一个 嗯 牙刷 有点太麻烦了啊 我直接讲解吧 猫爪 猫爪猫爪 还要重新讲解一遍吗 但是但是猫爪可以再重新讲解一遍啊 猫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例是吧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要做的物体 他是用不用对称是吧 用不对称啊 那我们的猫爪是需要对称的 所以说你要先给他一个边缘 我们显示一下灌竹的线条 二 二 因为这是我们事先要分析的啊 然后c 掉 那c 掉之后 我们进入到点线面层级是吧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给他缩短一些 地方体 缩放一下 我这里就没有做参考了啊 然后 顶面凸起什么意思啊 嗯 这个啊 其实这个啊 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去练习的啊 你只有不断不断练习 你才能知道 这个某个物体是怎么做的啊 嗯 我们先先给他c 掉 啊 找到他底下的面啊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猫爪是吧 他是一个弧度的 对吧 但是这个弧度啊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你把这物体直接把它这个边变弯 你只能说把它一点一点的变弯啊 比如说我们选择上底下面 把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四个面 把它缩短 顶面做个弧度啊 顶面做个弧度 你就是把这个点 把点 往上去拽吧 对吧 这里是不是就有弧度了 有弧度了 那这个可能是不太好 啊 没有也没有问题啊 那更多的就是你需要把这个顶部你加边吧 你加的边越多 他不是弧度越大吗 但是你做弧度 你为什么要用用多面线箭膜呢 你是不是有这个 扭曲啊 你用扭曲或者膨胀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啊 你想做一个猫爪做个爪子是吧 你就需要把它做一个右键 找到我们的喜欢六七哥 你在中间切一刀啊 平均切一刀 ok 50 然后 做爪子还是底下的面啊 我们选择上一个 一个面 两个面 把它往下去拽 按着可能键往下去拽 拽一个啊 先拽一个 一个爪子啊 回来 回来 把它的位置呢调控一下 对吧 同理啊 第二个 第二个再往下去拽 好 往下去放一放 对吧 两个爪子 一个大概的轮廓 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因为他没有 我们又没有给他很多遍 所以说他只能是一个斜前面啊 然后我们给他删除掉啊 多余的删除掉 我们点击框选 删掉 好 后面删掉 不要删多了啊 好 没问题 是不是整个一个爪子大概的轮廓就出来了 让他更细致一些 怎么样 加细分曲面 是不是就变圆滑了 这个有点像牙齿了 是不是啊 我就简单的做一下 那如果说不想让他这样啊 不想让他这样怎么做 是不是要卡边了啊 这个 就是对于点点下面的调整了啊 起让他变得圆滑 你就直接加细分曲面 起让他变得生硬一些 OK 右键编本之下 右键循环 啊 循环留意七个 你看他卡边 这里卡一个对吧 这里卡一个 这卡一个 卡一个 卡一个是吧 包括上面 有边之后 卡了一边之后 你再点击看一下 是不是就变得很很生硬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物体啊 你看一下他的面 他是圆滑的 还是说比较生硬的 那就是通过卡边那个操作 再一个呢 常用的 比如说面不是下 常用的一些命令啊 就不细分了吗 你想把它突出一个面 想挤压一下 OK 那就选择面 右键挤压一下 挤压往前去挤 对吧 那或者说内部挤压 缩小一些 然后再挤压 对吧 这个呢 根据你的物体去观察 观察 那这里面还是一样的 他没有卡边啊 所以说你再点击七分局面 他还会是一个圆滑的 看一下 那这里是不是又变得圆滑了 那如果说你不希望他变得圆滑 那同理还是一样的 你再给他卡边 比方体啊 辨不是下 虚幻六年七个 你只能说通过这个卡边来调整 他这个弯曲度 看一下 那这里是不是变得很生硬了 对吧 基本上啊 我我这个所有的命令都给大家包括了啊 你像这个 这个点模式下右键 看这里面 你想对点一动 那你就在点模式下 对吧 你是滑动啊 你是消除啊 对吧 还是什么缝合呀 焊接呀 那常用的只有这几个或者导角 对吧 想让他脚变得更圆滑 那就点击导角啊 那你想对边操作 那就到边模式下 你想想调整他哪个边 你想给他切个刀 啊 还是说把他边的给消除掉 还是说你想把某个点和边给他连接上 对吧 然后或者是导角什么挤压啊 或者面模式下 右键 然后你是给他分裂啊 分裂啊 还是融解啊 对吧 只有这几个这些命令吧 啊 缝合焊接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要根据你的物体去观察 你是对他点线面 是要怎么编辑的啊 这个问题问的好 点线面只能在c调之后起作用吗 必然的啊 必然的 我们之前所学到的这个参数化解形体啊 他只能调整参数 对吧 他是有对象的啊 只能调整他一个长框高啊 那你想对他进行点线面的调节 你只能说把他c调 把他塌陷掉 把他塌陷什么意思啊 就相当于把他点线面给分离了啊 你到点模式下 你才能调整他的点 你在线模式下 你才能调整他的线 你在面模式下啊 你才能说对他面进行挤压 或者什么之类的操作啊 他就不是一个参数参数化解形的 因为他没有参数可以让工你调整了 我在挤压的时候 然后那个放进封顶把我卡住了 勾选上封顶 按住可能之后 是啊 我这个跟大家说过了啊 这个跟大家讲过啊 我说的是cntl能用的情况下去用 啊 我给他我给他c掉啊 c掉 比如说啊 现在c掉了啊 你在挤压的时候 啊 这里就不能用立方体了 我们用一个 用一个平面吧 啊 分手给少一些啊 我 我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点击上我们的c掉啊 给他c掉啊 找到一个面 那这个时候啊 我可以不用挤啊 你看我现在没有用挤啊 我直接按c掉往上去转 他也相当于一个挤压啊 但是呢 他这个挤压相当于没有封顶的一个挤压 对吧 你看他面已经被拿走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面 右键找到挤压 勾选穿前封顶 直接挤啊 看一下 下面啊 那这是有封顶跟没有封顶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勾选勾选穿前封顶啊 你再选选的一个面啊 然后你给他往上去转 按c掉键往上去转 那他还是 那他还是相当于一个啊 没有封顶的 为什么 你既然要用挤压 你只能说右键 挤压 通过鼠标左键 来调整他挤压的一个宽度啊 高度 对吧 但是你既然按用ctrl键了 你即使不用挤压 你也可以按着ctrl键往上去转 这个ctrl呢 相当于什么呢 无限复制 我们通常情况下你想复制一个物体 你是不是点击上我们的平面啊 然后呢直接进行一个复制啊 可能像图字啊 对吧 这是一个复制 那我们的面目之下你马上去脱帅的时候啊 他也能起来是吧 所以说他相当于一个无限复制 所以说他才会有啊 这种这种情况 其实你们做做作业的时候发现速是好的 因为只有你犯错误了你才知道 他他这个不犯错误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批改作业的老师 会学的比较好呢 因为他会找错误 多端级啊 怎么添加不同材质啊 这个就涉及到材质的添加了啊 其实呢 之前也给大家讲解过了什么设置选集 设置选集 就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面目之下啊 我们想对于他这一个面 添加上一个材质 找到这个面选中之后 在选择里面啊 点击设置选集 他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面 做了一个文件夹 对吧 你看他的后面 是不是多出来一个 选集一个三角的一个标签 这个是面的选集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创建一个材质球 把它呢给到我们的平面 那你给到平面之后 他整一个都是这个白色 我们创建一个不一样的吗 比较明显一点的 比如说绿色啊 绿色 绿色 看一下 那现在来说 它是整一个都是绿色的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上我们的 点击上我们这个材质球 在他的下方有个选集 看到没有 选集 然后把我这个选集你给他放下来 这个时候 他只会把颜色给到我刚才创建这个面的一个文件夹 看到没有 那你如果说你想添加上不同的材质 再双击 比如说一个粉色 粉色 好 然后再选择上一个面 比如说他吧 同理选择工具设置选集 给到我们的物体 把刚才创建他的选集 你给他放下来 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红啊 一个粉色 一个绿色的 啊 这个之前给大家提到过啊 但是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再讲我们的材质了 就是明天跟后天啊 还要多久才能掌握 还要多久才能掌握 我只能说学习好本套课程吧 把第一节课到高级课啊 第一我们基础课是15节啊 然后高级课还有20节呢啊 你会对CCD有很多不一样的了解啊 没有错啊 拖动的到面也可以啊 也可以 这是算是一种快捷方式了啊 我们可以选择上一个面 对吧 然后再创建一个 比如不创建了吧 把红色直接给到他 他也是可以添加的啊 但是这种呢 是基于这个平面当中 场景比较宽阔啊 你是能给到他的 是能给上的 你万一呢 场景太多 这个面呢 你不好选择了 你只能说通过试制选机来进行选择了啊 这个情况去使用 因为他现在这个面比较少吗 所以说你放进来是很方便的 没在啊 什么没在 好了 大家啊 呃 我再来说一下作业可以不交 但是必须把我今天所教的 灯光啊 环境啊 就是这个天空 以及摄像机 这三块 做一个好好的一个练习 并且把我给到你们笔记 好好看一下 我基本上是把后面的课程 一共是12节笔记全给的给到大家了 你们自己去看一看 里面还会有很多内容的啊 然后 然后最好能记的话自己也去记记啊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好了 那没有什么问题 我传回胖去了啊 删掉面之后留在空间三点怎么上掉优化不起作用啊 优化不起作用说明什么 你首先你要选中你的物体 你只有在选中的情况下 你在在点模式下右键优化 才会起作用啊 你如果说不啊 没有没有选中的物体 你直接右键 你或者你选择到别的物体了 你在右键优化 那他肯定是不起作用的 这刚讲到第八节课啊 慢慢慢慢的话 就会很多了啊 就会很多了 对吧 就是一个原理啊 你想对谁进行调整 你要先选中 你要调整的物体啊 你都选不中 你要调整的目标 你调整谁呀 是吧 物体太多 要选中物体也不易啊 比如说现在啊 我给他无限复制一个啊 无限复制 这个交没交过你们 其实也交过了啊 既然问到了我就再提一遍 好吧 假设 我现在场景当中 有这么这么多的物体啊 我现在只想选中我这一个物体 只要选中他 啊 只要选中他 怎么想怎么选择 你看这里面 我选中这个物体之后 这个对象面板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选中之后 它是变成个黄色 是不是怎么做 推键 S 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这里面就选中了 我只按了一个S 对吧 那你就这比较比较能找到了 这还找不到 呃能演什么压吗 啥意思 这还可以找到 这还好吗 对吗 对吗 我现在就找到 对吧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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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吗 对吗 没有事了啊 没有事我就下波浪 我从回放去了啊 好了 朋友们啊 拜拜 其实也没有事啊 也没有事 因为点渲染不出去 你要觉得不要乏 你就删除掉 觉得不乏的话 你就不删也没有事啊 好了 拜拜啊 传回放